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拯见其有过 必定弹劾 执掌开封府 包拯改革诉讼制度 打开正门 百姓可直接见官 申诉冤情 百姓中有一句俗语 官节不道 有阎罗包拢 是说老百姓打官司不需要行贿 因为有阎罗王一样的包拯主持公正 两岸秘密档案正在揭秘 优优独播剧场 公元1056年的夏天 北宋京城开封 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水患 大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月了 横贯开封的惠灭和汹涌泛滥 淹了半个南城城中百姓流离失所 此刻皇宫中的宋人宗早已是寝室难碍啊 唯恐自己落了个治国无方的骂名 面对群臣一向宽厚和善的人宗 不禁发了好一通脾气啊 如今这大水都已经淹到皇城根了 朝廷上下那么多官员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治水之策 朝中大臣无不战战兢兢 但是时任汉林学士的欧阳修 却偏偏认为这场大雨来得及时 如今国家暂无外患 本应是发展的大好时机 可朝中老官不作为 见官不尽见 吃黄粮的人越来越多 朝政却日益清退啊 刚好可以趁此机会整顿一番 欧阳修在给仁宗皇帝上的 《再论水灾状》的奏本中说 水灾之星是由于贤士趋在下围 而在他举荐的人当中 名列首位的是一位在池州当池州的小官 名叫包拯 宋仁宗对包拯的印象十分深刻 此人曾中一甲进士 却因要在家奉养双亲 而一再推迟官妻 拖了七年才走马上任 《宋史包拯传》开篇记载 包拯自西人 卢州合肥人 时举进士 除大理平氏 除之建昌县 以父母接老 此不救 得奸何周水 父母又不遇行 正及解官归阳 久之复调 知天昌县 公元1027年 宋仁宗天圣五年 包拯登进士帝 恰巧 欧阳修也参加了那一届科举 不过他科考师力 名落孙山 三年后才如愿以偿 直到公元1037年 包拯才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 出任扬州 天长县知县 宋史记载 一天 有一农民到县压状告 有人割去他家耕牛的舌头 请求包拯捉拿罪犯 包拯巧用金钩钓鱼之计 力破一案 包拯略施小计 就破获了一案 抓到了割牛舌的真凶 自此以后 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 便被当地百姓传播开来 仅用了一年 包拯就升任为端州之府 端州生产一种名贵的宴台 号称端宴 居中国四大名宴之首 每年许向朝廷进宫 或留在宫中供皇帝使用 或作为赏赐送给宫卿大臣 皇亲贵咒 豪门全臣 文人学士 都以家中存几方端宴为荣 端州官员往往借此谋取私利 向当地百姓索取宴台的数量 远远超过朝廷规定的供述 用以结交权贵 讨好上司 包拯上任后 立即就割除了这项逼政 警戒官员 尸身 不准向宴公贪分工钱 包拯离任时 端州男女老幼都为他送行 一些名流 士绅 纷纷携物相赠 都被包拯 一一谢绝 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丝 便中间 其实呢 真是一句歌词 可能有一些岁数稍长的人 还记得他怎么唱 在河南省开封市著名的景点 开封府 每天十多场包拱戏轮番上演 开封府 也然是一座包拱文化博物馆 借着包拱的名望 成了开封人气最旺的热门景区之一 今天的开封府中 依然陈列着三口明晃晃的闸刀 据传 龙头闸是除此犯罪的 皇亲国戚用的 也是最顿的一把刀 虎头闸为犯法的文武大臣 给他们准备的 锋利程度赐予狗头闸 而狗头闸则是为犯罪的平民百姓 准备的 论及三把闸刀的出处 则是包拱故事里 最为人熟知的京剧传统剧目 闸美案中的重要道具 这个剧目呢 讲述了北宋年间 包拱不畏权势 执法如山 把驸马陈世美处置以法 斩杀于龙头闸之下的故事 可能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包拱和陈世美 没有一点关系 而且他俩 根本就不是一个朝代的人 陈世美 陈世美抛弃妻子 成为古今父亲郎的代名词 而世间的主人公也不叫陈世美 而是叫陈淑美 相传清顺至十五年 湖北籍官员陈淑美的同窗好友 求梦林与胡梦迭 到京都找陈淑美求官 陈淑美不愿寻思 讲明道理后 婉拒了好友的要求 求胡二人心怀怨恨 认为自己在陈淑美求学期间 曾接级过的 现在他试图已救 却不提拔任用老同学 分明是忘恩负义 不念旧情 于是二人不惜花费银两 请戏班子将戏曲 琵琶剂剂的情节加以改造 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角 换成陈淑美 并编造了一出新戏 琴香莲宝琵 作为戏剧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 陈淑美的妻子 琴香莲 其实也有生活原型 正是陈淑美的妻子 在真实生活中 二人相敬如宾 白头偕老 根本没有戏剧中 所编的那些情节 为掩人耳目 求胡二人不敢用真名 而是把陈淑美变成了陈世美 还把年代放到了宋朝 有包青天审礼 包拯也因为此案 赢得了青天大老爷的美誉 这出改头换面的新戏巡演后 引起了观众的同情和共鸣 在百姓心中 包拯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 包拯不仅怒扎驸马爷陈世美 还查明了狸猫换太子一案 在一系列离奇断案故事中 包拯的人物形象 也寄托着老百姓 向往清官的朴素愿望 学者胡适曾写道 包龙徒 包拯 也是一个剑朵式的人物 古来有许多精巧的哲语故事 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 这些故事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 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 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 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建筑 把许多哲语的奇案都设在他身上 在几乎所有的戏剧舞台 以及影视剧当中 包拯啊 都是这个额头上 欠着一月牙的黑脸 连很多包拯庙里的包拯像 也不例外 历来朝廷选拔官吏 就十分注重被选拔者的容貌 新唐书中记载的责任之法 有四 一 曰深 体貌丰伟 二 曰言 言词辩证 三 曰书 凯法求美 四 曰 文理悠长 四事皆可取 则先得行 容貌是古代选官的一项重要标准 从这一点来看 包拯根本不可能是个大黑脸 北京故宫的南勋殿 珍藏着一幅包拯画像 是根据包拯子孙 世代珍藏的包拯画像所描绘的 可知包拯是白面常染 眉目疏朗 端庄严肃 在历代《狮子歌赋》里 包拯也都是白面书生的形象 清朝孙府辰在包拯诵中写道 肖像满天下 讹传探诗珍 《钢方不在茂》 《关玉自惊人》 根据历史画像的考证 今天的史学家普遍认为 受万事景仰的包拯 其实是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的 中等格子 中国古代有圣人一表 能人怪貌的传统 之所以把包拯刻画成为 美与音乐 身材魁梧的黑脸形象 便是因为如此 在开封式博物馆内 有一方通体清黑的石碑 是正馆之宝 这块石碑名叫 《开封府提名祭碑》 记载着历任开封府隐的姓名 任职时间和其后观止 唯独有一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空缺 碑上本该捐客姓名的地方 只有一个凹坑 这块碑上唯一的无名开封府隐 正是包拯 而那一处凹陷 竟然是千百年来 络绎不绝的景仰者们 层层叠叠的抚摸之后 磨成的纸痕 开封府 是北宋京都官吏行政 司法的雅属 从赵旷印尘桥兵匾 定都开封 到宋亲宗靖康二年 开封历经九个皇帝 延续一百六十七年 主政开封府的府隐 共有一百八十三任 包公为第九十三任府隐 历任开封府隐中 未尊权重者大有仁在 宋朝的第二任皇帝 宋太宗赵光义 就曾认识开封府隐 明相贤臣寇准 范仲淹 蔡香 欧阳修 司马光等 都曾指掌过开封府 包整主政开封府的时间 并不长 只有一年零四个月时间 但知名度却是最高的 烟头不落地 向人更美丽 拍首歌 你拍一 我拍一 我是文明好市民 你拍二 我拍二 爱护环境都有责 你拍三 我拍三 关爱他人守健康 你拍四 我拍四 烟头带走不乱丢 你拍五 我拍五 大家动手护环境 你拍六 你拍六 我拍六 竭尽家园齐努力 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 你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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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42年 你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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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呼小叫的高官权贵 对于这些人啊百姓深恶痛绝 但都敢怒不敢言 拆除这些建筑必然要得罪一大批权贵 包公毫不畏惧 掌帖告示要求侵占河道的权贵们自行拆除建筑 严者严惩不待 然而开封府衙门的现实拆签令贴了几天了 那些违章建筑丝毫没有一点动静 包整的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 自古精官难当 稍不留神就会得罪黄金国旗 他们大多抱着不求有空但求无过的想法 很快拆迁实现将至 惠民河边的建筑还是完好无损 包整亲自上门讨要说法 谁知建筑的主人们纷纷拿出底气 虚报自己的田地书 说河边地域是自家所有 他们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没料到包整竟然当场进行勘场 私自在地气上增加面积的伎俩很快就露了相 包整的严厉执法让权贵们慌乱起来 有的公开对抗 有的故意纠缠 但包整都不为所动 他还上奏朝廷 严惩故意拖延拆除建筑的权贵 无论他们是高官还是贵妻 包整都毫无惧怕之意 很快开封城的百姓们发现 原本湍急的惠民河已恢复了平静 河道两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不见了踪影 包整掌管开封府不久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府衙门外告状的人时常排起长队 但衙门里却冷冷清清 每天受理的案件数量远不及此 原来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凡诉讼不得入门 也就是说百姓要到开封府告状 不能直接到知府的大堂上递状申诉 要先将壮旨交给一个叫门牌司的机构 由门牌司的府立转成知府 不仅如此至于案件是否受理 以及何时开庭审理 都必须等候府立的通知 当然有钱开到 那就一切都可行方便 对于从偏远地区而来的包整 福利们有意欺瞒 一日他们特意前来询问 文书上有没有什么忌讳 包整洋装不解 问有什么好忌讳的 小吏们答道 像祖先的名字呀 我们就应当避讳呀 包整见这帮小官吏 如此调话 当即翻脸了 他大声呵斥 我从来不避讳 唯一避讳的就是贪官污吏 随后包整大手一挥 让人们撤了门牌司 这样的二道门 直接打开富崖大门 百姓可以直接进入厅堂 激鼓喊怨 递交俗状 百姓中有一句俗语 官节不道 有阎罗包了 是说老百姓打官司 不需要行贿 因为有阎罗王一样的包整 主持共证 包整铁面无私 执法如山 宋使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 整性俏直 恶力苛刻 五吨厚 虽甚极恶 而未尝不推以忠树也 包整局长开封府时 他徐长进入案发现场亲自办案 一天 宋人宗正要出门祭祀 刚出内城 就被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堵在了半路 仁宗皇帝找人打听才知道 原来城中有人家出了命案 街上的老百姓蜂拥而至 全是为了一堵包大人的办案风采 然而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一个时辰 向来准时的包整却迟迟没有出现 其实包整早就已经到现场了 但是围观的百姓把它挤得寸步难行 仁宗皇帝知道后 让人为包整制作了一顶特殊的无纱帽 这顶帽子的帽翅 比别的官员要长三寸 据说宋人宗还下令 凡事碰到包整帽翅的人杀无赦 包整爱民如此 不忍百姓因此受害 所以每逢办案的时候 都要预先叫人沿途 吆喝皇帝的命令 百姓听后也纷纷让出一条路来 宋史记载 整立朝刚毅 贵气宦官为之联手 文者皆淡之 相比于百姓的爱戴 朝中的官吏几乎都对包整是又恨又怕 包整被百姓们称为包青天 其实他还有一个让贪官污吏们 胆寒的绰号 叫包贪 不论王公大臣还是皇青国戚 包整见其有过 必定弹劾 每次在弹劾贪官时 他常常引用范仲淹的一句话 一家苦 何如一路苦 弹劾掉一个贪官 只是他一家苦 而一方百姓 就能免受其害了 百姓们 管那些为官清廉 没有被包整弹劾过的官员 叫没包贪 管那些被包整弹劾过的 有污点的官员 则赤之为有包谈 在包整弹劾的对象中 官员王魁曾获七谈 次数最多 王魁为官期间 行事任性 不顾调制 苛政暴敛 殊无畏担 但因他与当朝宰相等人 关系密切 又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 尤其每年因为搜刮百姓 而上贡的两款较多 虽多次被大臣们弹劾 却总是能够在把关后不久 又被任命为新一路的转运使 成为官场的不倒翁 王魁任职之地民不聊生 每一次他被启用 包整都会上书弹劾的 就这样 在数年间 包整一共向仁宗上了七道奏章 他隶属王魁条条罪状 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仁宗说 今乃不须人言 雇用酷吏 予以王魁则姓义 如一路不姓河 包整言辞激烈 朝眼深为震动 最终罢免了王魁的转运使之务 这天 退朝的时间 已经过了大半个时辰了 而殿上 以包整为首的几名台舰官 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这一次 包整弹劾的对象 非同小可 是仁宗皇帝最心爱的 张贵妃的伯父 国丈 张姚左 宋史记载 姚左 其韩室 持身谨卫 扑通励志 小法律 以欺敏记 拒至重险 恋烙恩仇 为世所必 这个张姚左呢 原来在基层任推官 知县 之重 张贵妃得势以后 他进入京城一路高盛 很快全知开封 后来又升为主管全国财政的三思史 包整 彈劾张姚左 指出他是一介平庸之辈 任其之内陆碌无为 很少剑术 办事不利 是非颠倒 造成法治混乱 帐末不清 包整 建议仁宗皇帝 把他调离三思 降职使用 或者 改受其他 闲散官职 包整 几次弹劾都如泥牛入海 没有消息 他毫不灰心 对于这个仗着特殊身份上位的佣官 每每见其升迁 就极力尚书弹劾 后来张姚左不但没有被降职 反而还准备升迁到 比三思史更高的职位 宣徽南院史 包整不达目的不把休 带领将官们和宋仁宗当庭相争 反贪官除恶罢 刚列正直 既恶如仇 对于违反朝廷法度的人 包整向来都是毫不留情面 据统计 在包整任职的二十多年间 他谈将职官法办的贪官污吏 不下三十人 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 包整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 其中有些人比包整的官职还要高 全能通天 包整也敢于聚力力争 张姚左无德无才 却凭借裙带关系 在仕途上一路畅达青云之上 包整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他 不断地向上递交奏折 见宋仁宗没有反应 后来包整干脆正面发动弹劾 军臣双方互不相让 一旁的张姚左如芒在背尴尬万分 争论中包整言辞激烈 甚至口水见了宋仁宗一脸 很少发脾气的人宗皇帝 终于龙眼打怒 君臣不欢而散 朝堂上的官员无一不为包整的命运而感到担忧 然而宋仁宗却出人意料地朝张贵妃发了脾气 斥责贵妃道 你只管要宣徽使 难道不知道包整是御使吗 历经多年弹劾 张姚左案终于以包整的胜利而告终 最终张姚左被免去不当的职务 仁宗还做出了后妃家属不得在二府任职的规定 公元1058年 欧阳修向宋仁宗建议 现在世道纷乱 朝廷正是需要包整这样的应沉 不如扬起所长 调他去御使台监察百官 就这样 包整离开了就任不到两年的开封府 官生一集全任御使忠诚 得知这一消息 一时间朝中人人自律 生怕被他抓住了把柄 流传至今的包校速攻奏一 收录了包整在朝期间的所有奏章 全集180余片文章中 有近一半是抨击贪赃王法之论 有55篇为直言举报贪官污吏之文 其中被指名道姓 受检举贪赃的贪赃王法的官员更多达64人 包整把贪赫的毛统 对准侥幸取巧的皇清国旗 胡作非为的宦官 残害百姓的酷吏 他不必权贵不惜得罪他们的捧党 尽管包整屡次犯言之见 宋仁宗却不以为伍 即使有人攻击包整 宋仁宗却说 包整翘指对朝廷忠诚 似此大臣朝中亦不可或缺 正是对包整的高度信任 在遇到一些扑朔迷离 无人能断的重大案件时 宋仁宗总会想到他 先骑骑自行车 再漫步海滩最后录影 肯定忍 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个名叫冷清的青年 到处招摇撞骗 被开封府抓捕归案 和一般罪犯完全不同的是 冷清被捕之后不但不怕 反而非常蛮横 他张嘴闭嘴自称皇子 说他的母亲 曾是伺候宋仁宗的宫女 得到仁宗皇帝的宠幸 而有了身孕 出宫后生下了他 并有御赐的龙凤秀暴度为凭 史书记载 一家子冷清自称皇子 颜启母常得姓夜亭 有生而出生清都市巨官 这个消息可谓是超级大新闻吧 闹得满城风雨 对于冷清的口出狂言 不少官员将信将疑 第二天冷清被押到公堂上 审他的是开封府知府签明义 冷清有恃无恐 他突然大喝一声 我是皇子 你见到我为什么不站起来 钱明义一个哆嗦 情不自心地站起来了 他又感觉到不对 随即又坐了下来 这个事情成为了当时的一个笑谈 宋仁宗年过四旬 西夏还未有皇子 如果冷清真的是流落民间的皇子 那么他将是仁宗皇帝 唯一的亲生儿子 宋仁宗早些年 曾两次放宫女出宫 这些宫女在出宫之前 有没有怀上自己的骨肉 宋仁宗也说不清楚 他对此案抱着模糊态度 事关皇族血脉 万一认错亲了 那岂不是让人耻笑 于是下旨让包拯重审此案 包公深知宋仁宗矛盾的心理 他顶着巨大的压力 通过调查和暗访 他发现冷清的母亲 的确是伺候过宋仁宗的宫女 不过这名宫女出宫嫁人后 先生了一个女儿 然后再生了冷清 所以无论如何 冷清都不可能是皇子 暗情真相大白 宋仁宗也如是中赋 包拯做官二十多年 始终保持着一生正大光明 铁面无私 刻尽职守的品格 包拯一生弹劾数十人 其实他自己也曾被人弹劾过 公元1059年3月 包拯一连弹劾掉了两位三私使 轰动朝野 官员张芳平任三私使使 掌管全国财政 精灵强干 曾被人称为天下奇才 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 城市建脉所尖临富民抵舍 从中获利 包拯上张弹劾他 无廉耻 不可出大位 张芳平的继任者宋奇 是宰相宋祥的弟弟 包拯弹劾他 艳影过度 不宜担任主管 全国财政工作的三私使 随后 包拯在御史忠诚的位子上 突然再次接到了调利 仁宗皇帝 打算让他来担任三私使 宋仁宗的调令刚发 欧阳修的一本奏折 就被送进了宫中 一向力挺包拯的欧阳修 尚书批评包拯 有西田夺牛之嫌 种田的人因为别人的牛 践踏了自己的田地 而把牛抢走了 包拯连续将两刃三私使 弹劾下台 却自己取而代之 这同要了别人牛的人 有什么区别呢 但同时欧阳修也为包拯开脱 说他不懂人情世故 素少有学问 而犯了大忌 宋仁宗并没有把欧阳修的意见 放在心上 反倒以为他见老友身居要职 心生极度 所幸让他去接任 开封抚引之职 包拯一声弹劾他人多疑 今遭他人弹劾 也算是一则政坛奇吻 不过他很快明白 欧阳修是为了他的名声着想 张芳婷与宋琦皆非等线之辈 十人对包拯的弹劾颇有意义 只是认为他小题大做 求权责备而已 而且三私使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肥缺 人们显然会怀疑 包拯打击同僚是为了取而代之 包拯所幸上走辞职 闭门不出 但朝廷并没有取消对包拯的这一任命 几个月后风波逐渐平息 包拯才去履职 包拯在政见弹劾方面的不懈努力 对于当时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争个人宗朝 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 虽然受到某些优待 但还没有发展到干预大政 阴谋弄权的地步 那些滥用权势 胡作非为的官僚 也因包拯等将官的弹劾 在一定范围内 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 受到限制 公元1037年 39岁的包拯在初世这一年 写下了一首明治诗 表明了他连结奉公 刚职不阿的从政为人的道德准则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深谋 秀干终成洞 金刚不作钩 苍冲鼠雀喜 草尽吐狐愁 史册有疑训 无以来者休 这首包拯用一生去践行的诗 依然恰当地诠释着 何为真正的廉政